大家好 我是林楚音 歡迎收看前進新台灣 蔡英文總統這一趟英傑專案 其實在出訪之前 一直被放話說 包括宏都拉斯拉 尼加拉瓜的邦交都有問題的 但是蔡英文總統在結束了 與宏都拉斯總統 越南得資的會面之後 在台灣時間早上8點半 尼加瓜瓜的總統奧地加 進行雙邊會談的同時 奧地加還透過了 他們的電視台做了直播 那麼公開了兩國元首的會面 雖然這個此行的採訪團 是看了電視才知道有點錯愕 但是呢 看到這個會面當中 奧地加確實是展現了誠意 而且他還說什麼 他是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 而奧地加呢 他過去曾經主導過 尼加拉瓜跟台灣斷交 跟中國建交 最後才又現在跟台灣來做這個建交 那麼面對這個神秘又難以捉摸的 尼加拉瓜領導人 那麼國安跟外交單位 是怎麼樣來評估兩岸兩國 接下來的關心呢 今天節目中帶大家一起好好來了解 而另外即使中國強力的施壓 但是我們看到從昨天新聞當中呢 這個蔡英文總統去城在休斯頓的時候 還是順利的見到了德州的州長 還有就是美國德州的參議員喔 而且蔡英文總統更直接的說什麼 他說這個啊 嗯 台美簽 TIFA是我們的未來經濟國貿的新方向 我們知道在川普上任之後 TPP現在是可以說已經沒有希望 也沒有發展下去的可能了 那麼TIFA可以改變一個有所突破嗎 今天我們要從經貿的角度來看我們 他懷疑如果說黃世民都已經有罪了 那麼馬英九能逃罰網嗎 那麼在今天下午馬英九出庭的現場 我們三立新聞團隊呢 也會在隨時透過最快的SNG連線 在節目當中查播第一手的訊息 當然另外大家現在很關注的就是 其實才剛2017年初 可是2018年的選舉呢 現在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而最關注的莫過於新北市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上一次的選舉當中 這是國民黨唯一守住的直轄式 而現在才訊說啊 如果說朱立倫他在過去 這個所謂鋪陳之後 2018到底派誰出征呢 這對國民黨來講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 才訊他的標題是用 所謂的賴神 就是賴清德的動向最受關注 但是這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綠營其實開始起跑的有包括了吳秉睿 羅志正 高志鵬等人 其實都在觀察賴清德的動向 而國民黨方面 除了朱立倫的接班人是侯友宜之外 這兩天周習偉也被點名了 昨天鍾小平在我們節目當中是說 吳堆毅如果當了黨主席 會讓周習偉來參選新北市 而今天的周刊也說呢 洪秀住主義的人選是周習偉 那麼另外其實還有包括 這幾天時代力量的新聞 炒得也很熱 時代力量的黨主席黃國昌2018 有沒有可能轉戰新北市長 而對民進黨來說 時代力量是敵是友 2018各政黨之間如何在新北交鋒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呢 我們都會好好的帶大家一起來了解 那麼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介紹幾位與會的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姚立民老師 大家午安 歡迎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鄭世維 大家好 歡迎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大家好 歡迎民進黨的新北市議員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顏曉金 楚雲浩 大家好 午安 那麼稍後民進黨立法委王定宇 也會加入我們的討論 那麼開始之前 我們當然現在就要來關注一下 在現在北檢的狀況 前總統馬英九出庭 現在狀況如何 我們現場交給記者鄭運竹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前總統馬英九遭到立委 柯建民在日前提出 泄密以及教唆泄密的自訴案件 在今天北院下午兩點鐘時 再度來開庭 而在稍早大約三分鐘之前 前總統馬英九是已經現身了北院 而且右腳是還包覆著這個紗布 因為日前曾經在這個運動的時候 扭傷腳 但他今天還是破著腳來出庭 而且柯建民是早在他大約五到六分鐘之前 就率先進入到庭內 我們今天稍早他怎麼說 一百年六年十月份開始提告 只有三年多 今天終於走到了審判庭的時刻